Hello大家好 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一篇关于Windows如何正确做色彩管理的文章 本来呢我以为是一个很小众的视频 结果呢没想到还有很多人观看并且跟我互动了 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接着上一期的去说 如果之前那一期有朋友没有看到 也可以先从那一期看完再接着看我们的这一期分享 我希望通过这么两期的内容 跟大家把在显示器上如何做一个正确的色彩 以及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色彩 把这么一个关于色彩的问题跟大家讲清楚 这期视频呢我主要说四个大的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科学的色彩管理的流程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必要全程使用sRGB色彩管理 第三个问题是Mac也就是苹果需要校色吗 第四个就是爱色力交色仪的详细使用教程 好我们一个个的说 先说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吧 如何科学的进行色彩管理 有了上一期的经验相信大家已经大概的知道了 就是我们从输入端到输出端 整个所有的流程大家都要保证一个统一的格式 比方说我在相机里设置了一个sRGB的色彩空间 那么我进入到ACR里边 大家看ACR里边 比方说这张图吧 我把它打开 那么我在这个位置 也就要设成sRGB 对不对 我如果点了它 好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到PS 那么同理呢 我们在编辑里边 这里有一个颜色设置 这里我们把颜色也要调成sRGB 最后呢 我们在输出图片的时候 按住Alt Ctrl Shift W 因为很多人我发现他不知道这个快捷键 这是新版的导出为的选项 在这里要勾上转为sRGB 还有这个嵌入颜色配置文件 以方便让系统确信的知道你正在使用sRGB 这样导出后呢 那你在桌面端也要使用支持色彩管理的图片插勘器 去查看 我首先推荐的是Bridge 就是这个Bridge看图 如果你不习惯用Bridge的话呢 那我们上期推荐的是这个软件 叫XNViewMP 它可以支持很好的色彩管理 好了 这个流程就算是基本的做完了 同理 如果你是设置了Adobe RGB呢 那你的整个全程也要嵌入Adobe的这个模式 好 那我们接着来说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必要全程使用sRGB进行色彩管理呢 在这里我觉得首先分两种情况看待 第一种情况 如果你是风光档 就是拍摄了很多风光片 而且颜色的信息非常丰富 又或者你是需要把这个照片需要打印输出 而且是需要做高质量的输出 比方说艺术 比方说艺术微喷啊 那么这样你可以去用Adobe RGB的色彩空间 去做你的片子 以及输出你的片子 它肯定是有它的优势的 但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 可能90%甚至95%以上的用户 都不需要这样的使用场景 对于绝大部分呢 我们来说甚至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其实我主要的图片呢 还是用在比方说小红书或者B站啊 或者是微博上面去使用的 而且它往往不需要那么大尺寸的输出 所以对于我们这一类的人呢 我的建议就是放弃去使用Adobe RGB 或者什么ProFoto这些色域 直接老老实实的用SRGB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我这样说 好我们打开一个图片 这是我测试的时候拍的一张素材 我们现在的色彩空间是SRGB 对不对 我们现在转成ProFoto RGB吧 这也是网上多数的摄影师 推荐的一个色域 为什么选择ProFoto RGB呢 就是因为它能记录的颜色信息 接近于我们相机RAW格式记录的原始信息 也就是说它拥有最大的信息量 还有一个就是色彩深度 如果你拍的是像这张照片 它有很细腻的色彩过渡呢 那么你就勾选16位通道 但是一般的照片来说 其实你用8通道也没有问题 经过我自己的测试 绝大部分照片你是看不出来区别的 当然如果你有完美主意呢 你勾选16位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选8位吧 然后点确定 我们现在的颜色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大家去看一下 现在它的色域是ProFoto RGB 我现在如果给它切成SRGB 大家能看清楚吗 后面的颜色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把它放大 大家再去看 好我重新来一遍 ProFoto RGB 好我现在把它切成SRGB 我不知道录屏能不能录清楚啊 再来一遍 ProFoto RGB SRGB 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饱和度已经降低了很多很多 那么我们如果把它改成ProFoto RGB 进来之后呢 这就是跟我们在RAW里看到的文件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要知道这种片子你发在网上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就不要说什么Croom或者说什么Firefox这种浏览器已经可以支持了 其实就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说 它并没有很好的支持色彩管理 况且绝大多数的用户它根本用的就不是谷歌浏览器 也不是什么Edge浏览器之类的 它用的可能就是搜狐浏览器 可能就是3600浏览器 所以大家不要抱有幻想 也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片子发在网上 其他视频师还是会教给大家转换为配置文件 我们要转成SRGB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区别 预览开预览关 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ProFoto RGB去做图呢 如果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呢 这就是纯纯的自嗨而已 你只是讨好了你自己 而无法讨好别人 你发在网上的目的就是给你的客户看 就是给你的粉丝看 就是分享给所有喜欢摄影的朋友看 但是呢 他们根本看不到你的ProFoto RGB这种非常漂亮的色彩 没有办法 这是我们目前整个互联网现状的问题 跟你的显示器啊这些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老老实实的用SRGB 这样你自身也不会降低你的期待感 就是如果你用ProFoto RGB去做图呢 那你一直都是用这种非常鲜艳 非常好看的颜色去做 最后呢 发在网上你会发现跟你当初的这种设想 跟你当初的对这个图片的理解 甚至完全不一样了 你自己也会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就不如我们一开始就降低我们的期待值 在一个标准的环境下 哪怕这个标准是相对低的 我们在这个相对低的标准下去创作最好的照片 而不是说在一个相对自嗨的环境下 你去做一个讨好你自己 但是别人永远看不到最正的那个颜色的方式 好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好在这里我跟大家演示一个技巧 就是你如果片子打开的时候 我们这样打开之后 很多人就直接点打开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照片就直接转成了一张Pokeci 就不再是记录了那么多丰富信息的RW了 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你按住Shift点打开对象 这样做有一个好处 在这里你双击它 它还是可以回到你原来的空间 也就是说我们记录了那么多的RAW的信息 它并不会丢失 也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平常转 直接转成SRGB的同时 我们可以复制保留一层 这样我们也不用去保留两个文件 就是一个RAW一个PSD 这样我可以先通过拷贝新建一层 我把这个关掉 我就直接给它命名叫RAW 这样的话不论是在保留版权也好 还是说以后你有更高精度 更高要求的片子处理的时候 你都可以拿来原文件去处理 好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麦克需要角色吗 我看到身边很多朋友有这种言论 就是我想要色彩好我就去买苹果 这句话没有错 但是他们买来苹果 他们从来不去校色 因为他们会说苹果的颜色就是最正的 我告诉你苹果的颜色并不是最正的 因为苹果的色温普遍的有点偏冷 而且据我的观察 有时候会偏一点点绿色 我自己也有苹果笔记本 其实在校色前和校色后 颜色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如何给显示器校色 我用的是艾瑟利这个校色仪 那我们就以艾瑟利为例如何详细的去做一个色彩管理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它的一个软件 它的软件是在这个地方下载 因为艾瑟利教授现在有了一点点变化 不知道用这个软件的人有没有注意 最早的时候他给大家推荐的软件下载 叫I1Profiler 那个软件 但是最近期我咨询过艾瑟利这边的人 他们现在推荐的是下他们的新的软件 叫Calibrate Calibrate的话对应下载下来是这个CCProfiler 如果有用艾瑟利教设仪的小伙伴 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点 当然我会把它的下载链接放在简介里面 大家可以去根据简介去下载收藏 好我们现在进入校色的环节 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设备 设备就是这个I1Display Pro 在我们正式开始校色之前需要做几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把显示器要先预热一个小时左右 至少18个小时以上 这样的话它结果是更精准的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之前没有调整过显示器 你可以在这里先去 所有的东西都要复位 大家看到了吗 这边有一个工厂重置 我们要点一下工厂重置 因为我前几天刚刚叫过色了 所以我这个地方就不点了 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它这里有一个颜色 很多人他不知道用什么颜色 有的时候你用标准也可以 但是我问过官方之后 官方其实他们的建议是选择自定颜色 或者叫其他颜色 不同的显示器可能不一样 如果你没有这个选项呢 你就放在SRGB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这个选项呢 你就放在自定选项上 这样可以保证你的显示器的色域空间默认为最大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需要适应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见过很多朋友 他之前是没有做过角色的 所以叫完色之后 它很不适应的地方就在于亮度太低了 因为我们叫色的时候 通常亮度都建议在120的照度下 所以对应在显示器上的亮度 其实你看这个叫完色 大概也就放在30度 因为你在这样的环境下叫出来的颜色呢 其实照片是最标准的 如果你把显示器开得特别亮呢 然后你这样去修图 修完的图你放在别人的手机也好 显示器也好 通常是偏暗的 同样你拿这种在太亮的显示器上去打印的这种片子 你会发现照片普遍发暗发灰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120的照度是国际标准的建议的照度 好 我们说完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用它给显示器去交色 我们把它固定在显示器上就可以了 好 我现在把显示器倾斜过来了 倾斜过来是为了让这个交色仪可以更好的贴合在上面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找一块干净一点的布 去把它做一下清洁 这样保证上面是绝对干净的 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去打开 固定在这上面 大概可以 你可以先固定一下 当然一会操作这一步也可以 现在打开我们的软件 这个叫CC Profiler 把我们的交色仪插在电脑上 我们等待这个地方变成绿色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的高级 之后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色彩管理 然后现在的情况下 大家不用去管这些 包括这种白光LED 一般它会自动识别的 除非你明确知道你的显示器是什么类型的这个屏幕 然后你去对比一下 如果不对你去改一下 但是通过我自己的使用 我感觉它识别是比较准的 一般就是白光LED 像这个D65的光源 所谓的D65就是按6500K的色温的 这么一个标准值去焦 亮度就是120M度 其实这个焦度对于绝大多数第一次焦色的人来说 可能会有点暗 但是你用习惯了就可以了 剩下这些都不用动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需要注意的 就是你直接把色块调成最大 就是让这里色块变得最多 因为越多它采集的越精准 当然花费的时间也就有多 在这个之前我好像漏说了一个 就是最好把屋里的光源都关闭 至少不能有直射光源 打在这个屏幕上 会影响屏幕的亮度 所以保险期间我就把窗点啊 这些都拉上了 没有直射光源 好 我们点击下一步 它这里会点 有一个开始测量 点击开始测量 它会出来这个 它会要求你把这个固定在 这个显示器的中心区域 这边有一个下一步 它现在会测量屏幕的亮度 给你一个推荐的值 你看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亮度提示刚好合适 如果是因为我之前去叫过色了 如果你没有叫过色 通常颜色它会偏高 非常高 这个时候你要手动的 去调节你的显示器亮度 调整到这个地方是120M度 跟它匹配就可以了 直接点下一步 好 现在的话它就开始去叫色了 这个过程大概10分钟左右 比较漫长 我们就慢慢的等一下 好 现在已经提示叫色完成了 它让我们把这个合起来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现在的界面 点击OK 这里它会生成一个 以今天日期命名的文件 好 你点击OK之后呢 你会发现屏幕可能会发生 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这个没有变化 是因为我前几天刚刚去角色 你看 截止前 此后 这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还有一个你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这条曲线 这个就是你的显示器的曲线报告 如果这三条线越接近呢 就说明你这个显示器质量去越好 像现在它们的重合度不是很高 但是总体上 这已经算是还不错的 这个显示器了 好 这里还有关键的一步 因为网上很多人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 其实并没有 大家记住点击这个显示器QA 它会出来一个这个 出来这个界面 它是做什么呢 它是会给你的显示器做一个相当于体检报告 它会告诉你 你的显示器在这每一次的校色中 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点击下一步 好 它这里还是让你去装上这个校色仪去开始测量 好 我现在重新把校色仪装上 好 现在校色仪装上了 我们点击这个开始测量 好 现在它已经测试完了 然后我们这里点击下一步 好 它已经测试完了 我们现在看它生成的报告 所有的色块的平均ΔE的值是0.4 是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然后最高的是1.1 最低的是0.3 什么概念呢 只要是低于2的 就是非常标准的显示器 现在看来这个显示器 还能陪着我再干两年 也没有问题 在这里点击添加到趋势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最近几次校色报告生成的这个数据图 看到这条线 这条线是ΔE 就是我现在整体就要预测了这几次 你看这一次是9月7号 然后这一次是11月3号吧 这一次是11月21号 但是ΔE都没有超过1 所以也就说明我的显示器现在还是一个很标准 很健康的状态 这个功能呢就是判断你什么时候要换显示器的一个标准算是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在Windows上要如何设置 因为我之前自己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点开显示设置 你看我们叫完色的这个文件会自动加载到这里 11月20号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会发现你切换不同的 它的颜色并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像我现在的话 你看它是有变化的 但是如果你正常叫完色 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这是我以前有疑问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不去动这个地方 它的颜色就正确了 如果你一旦点了这个地方 它的颜色马上就变不正确 这是为什么呢 好 找到下面的这个高级显示器设置 点击显示器适配属性 大家把这个流程记下来 你以后去做完校色一定要做这一步 记住一定要做这一步 不然你的颜色还是不正确的 点击颜色管理 这里有个你自己的显示器 好 确认你现在的这个要设置成默认值 如果你刚叫完色 它很可能不是默认值 你就点击这里的设为默认配置文件 OK 这里还没有完 点击高级 点击高级之后呢 点击更改系统默认设置 这里继续找到它 确定一下这里还是默认值 OK 如果不是的话 你点击这个 然后还是这一个地方 更改系统默认值 高级里面这里有一个校准显示器 看到了吗 这个勾一定要打上 如果打上这个勾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颜色才会生效 OK 做完这几步之后 你的颜色现在就是正确的颜色了 你包括在系统那边点击屏幕 你去切换不同的颜色 你现在再看 它是不是都不一样了 包括我以前不同时期的颜色 跟现在的都不一样 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 显示器是需要定期做交涉的 好了 希望我的这个分享对你有帮助 如果是第一次做这个操作 很可能这个操作有点复杂 记不下来 那请记得收藏点赞 本篇视频 并分享给你身边对颜色有要求的朋友们 按照这一个视频的流程去做交涉 绝对不会出问题 好了 感谢大家